好,我們剛剛已經看完了函數作圖相關的一些知識 利用函數作圖,你可以針對一個函數,你可以更了解它的一些行為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關於函數微分的一些利用 實際上我們微積分從開始到現在 看的微積分的應用是相當的少的 那微積分作為是一個大部分 有時候工程科學或是一些上用的情況下 回擊類也都不管怎樣都是很重要的學科 那自然而然的話它應用也是非常的多 好,那我們這個下半學習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應用這個部分 當然一些計算也是會有的,但是應用的比例會相對來說比較高一些 好,那這裡最主要是想要看的這個主題呢 就是想要看的是一些集值問題相關的應用 那這個集值問題相關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重重量 非常重要嘛 最實際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希望最大化我們利潤 或者是最小化我們成本 那這個問題呢就顯得非常重要 那為什麼這種集值問題可以利用文件來做解決 很顯然,因為我們剛剛或是在之前我們講過 那個求集值的方式可以利用一階檢定或二階檢定嘛 那利用這些工具呢你就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好 好,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呢它是一個從經濟學當中出來的問題 問題敘述是這樣子的 假設他有一個房東喔 他有50個房間想要出租 這50個房間呢 假設一開始喔,當你的這個 一間房間的出租的費用是1000塊一個月的時候 那會相當的搶手 搶手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你可以讓所有的房間都住嘛 好,那你會知道說 當你的這個房間的費用漲價 漲價如果每個月你都漲50塊 當你的費用漲價的時候 啊需求量顯然就會變少嘛 所以我們這邊的假設是 當你的每個房間每個月的費用呢 上漲50塊的時候 那你就會多出一個空的房間 也就是說假設啦,你的房租變成1000 變成1200好了 那你就漲了4次50塊吧 那漲了4次50塊的話 那代表說你的房間呢 不會50間房間全都會住滿 你會有4間房間是空的 好,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假設 好,再來另外一個假設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假設是 現在齁 你除了有這個房租得來的收入之外 你的每個房間你都會有一些成本 什麼成本呢? 就是當你這個房間出租給別人的時候 那可能別人在使用你這個房間的情況之下 它會有一些使用上老舊的痕跡 就是某一些地方可能會常行使用嘛 會出現一些老舊的痕跡 那這些情況之下 你就會有一些維舊費用 所以呢 我們這邊假設說 你的每一個房間呢 你租出去的時候 他每個月必須要負擔100塊的維舊 好,那我們問題是 如何極大貿易利潤? 所以像這種問題 它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極值的應用問題 好,那為了要求求這個問題齁 我們就適當的去找一個變數出來 然後找一個函數 然後可能去 去求這個函數的極大值 或有極效值 好,我們正式來看一下這個球解過程 首先呢 我們先假設 有 有 x 兼空 假設 x 的房間是空的 那在有 x 的房間是空的情況之下呢 呃,我們 在講這個變數 就是 講這個函數喔 就是我們最後得到這個利潤 好,這個利潤就是 fx x 那這個利潤到底要怎麼得到呢? 這利潤基本上齁 得到的方式就是 來,注意 這個 fx 怎麼算 這個 fx 基本上就是 首先呢 你一個房間到底會有多少的費用 因為你現在有 x 的房間是空的嘛 那代表說你的費用一共上漲了 x 的次 你每次上漲50塊嘛 所以你每房間的費用會是 1000 加上50x 好 那現在你這是一個房間的費用 請問你租出去幾個房間? 50.x 的房間嗎? 好 所以這是你凈收入 好,這是你單純的收入 那你有收入之後 你每個房間你自己都要負擔一些成本 那什麼成本呢? 就是呢 你每一個房間你都每個又要負擔100塊成 那你有幾個房間租出去了? 50.x 所以你必須要再減掉 100乘上 50.x 好,那你就稍微算一下嘛 這個函數等於多少呢? 這個函數它等於是 100 1000 消掉一點 變成是 900 加上50x 乘上 50-x 好 所以給你這個函數之後呢 我們要去思考說 這個函數有什麼值啊? 這個函數 因為你希望要利潤達到最大嘛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求這個函數 f 的最大值 那你為了要求這個函數最大值顯 那你就是要把它做這個微分 好,做微分 所以呢 根據我們之前說過的一階級的這個方法 你就把它做微分 來,微分結果多少呢?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微分的結果呢 答案會是 16 減到100x 好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個 f 反檔這樣的話 那什麼時候產生幾值? 就會是微分等於0的時候產生幾值嗎? 那微分等於0的時候產生幾值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當你的 x 等於16 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知道 首先 f 反而想這樣 然後呢 如果你說你現在希望它等於0的話 那就是 x 等於16 你就說 當我們的這個 房間有空的房間是16個房間的情況下 雖然你的房間很多房間是空的 但是呢 我們最後的這個利潤是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租金 應該是多少呢? 那應該 就應該是多少 你原本的租金是1000塊吧 那你1000的話 你必須要加上多少呢? 再加上 16次的漲價 對不對? 那這樣子 16乘50是800 所以我們租金應該要變成是1800 才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利潤 能夠最大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應用問題 這個應用問題呢 是跟經濟學相關的一個應用 好 下面 我們來看 呃也是類似的 好 那這個類似的問題呢 它是在講 材料成本 好在講成本 好 現在我們要製作一些罐頭 就是這個 每個罐頭都是 那種圓柱型的罐頭 好 就是圓柱型的罐頭 長這樣子 這種圓柱型罐頭 好 那這種圓柱型罐頭 它的特徵是什麼呢? 來喔 它的問題是 你的尺寸要多少 也就是說你的長寬比例啦 你的尺寸多少的情況下 當然你的容量固定 你的容量固定 情況下你的圓柱罐頭 所需的材料 最少是多少 剛剛是問利潤 那現在是問你的成本 好啊這種成本的問題也一樣了 我們要怎麼去假設呢 來 先進 好 我們要去最小化什麼 來我們最小化什麼呢 V-max 來 假設這裡的這個成本 叫做fx 好了 那這裡真的是fx嗎? 請注意這裡的x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直接fx的話 沒有人在原x就是什麼 所以這裡要清楚了 你的變數有誰啊 你變數應該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 我們的半徑R 另外一個是 我們這個 呃 原柱的 高 跟h 所以我們這個 函數f齁 你不能寫fx 應該要寫的是 frh 你必須要去 最小化這個東西 那你必須要 r跟h 請問他這個材料的總成本 總 總量是多少 來喔 你就是看看面積嘛 底面積是什麼 一個圓 啊頂的也是一個圓 那圓面積是2 就是πr平方 那πr平方乘上2 就是2πr平方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柱面 就看一下側面部分 側面部分 就是怎麼樣 就是 這個拉長周邊的一個長方形 啊這個長方形的高多少 是h 啊它長多少 就是這個圓周長 圓周長是2πr 所以呢 這個柱面的這個側面部分的面積呢 可能會是2πr 好所以這是我們的 fr 啊這個問題呢 它是一個 雙個 雙變數的問題 也就是它的位置數有兩個 正代理位置數有多個的情況之下的極值問題 我們目前還沒有能力去求解它 目前就是說 只要你的位置數只有一個的話 比如說x啦 比如說sita 比如說t 我們可以算它的極大極小極 但是現在位置數有兩個 那在位置數有多個情況下的極值問題 呃 是可以學的 我們下學期學到這個片尾分的時候 會講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拉格蘭會成質法 它就可以來去做這個函數的極值 好 那現在呢 你下面有個工具 所以呢我們這個問題 一定要轉成一個位置數 怎麼轉 來 這裡先講一個條件 在哪裡 在這裡 一升 好 所以什麼叫一升呢 這邊有個條件 來 這裡的限制是 sus 這限制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體積 v 我們通常體積都是v來代表 這體積等於多少呢 等於1 這個1等於多少啊 這個1應該就是 我們這個底面積成高 那底面積是πr平方 那高是h 所以就是πr平方h 好 所以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r等於多少呢 或者我們h等於多少 我們h呢 就會是πr平方 分之1 好 所以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說什麼呢 你可以知道說 這裡的h 既然是πr平方分之1 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的這個 這裡的h 這裡的h可以換什麼 可以換的是 πr平方分之1 那它的數值比多少 它的數值呢 就會等於是 就慢慢代碼 就變成是 2πr平方 再加上2πr h等於多少呢 是πr平方分之1 好 你最後稍微整理一下 你會知道說答案會是 2πr平方 再加上 8分之2 這算是r 那特別注意到的是 這個函數這一錯是什麼 只有一個位置數嗎 這位置數是r 所以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函數取了另外一個名字 比如說這個函數我們叫做是gr吧 叫做gr 哪個 藍色的理號 這個函數呢 我們叫做gr 好 所以現在有一個函數喔 就是我們這個成本函數 這個成本呢 告訴我們說 當你給我一個半徑之後呢 它的成本的備用是多少 成本的材料是多少 是這樣子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去求gr的最小值 那為了去求gr的最小值的話 我們當然是要被這個gr呢 做什麼 做一次為分嘛 所以我們來看gr的一次為分是多少 好 這樣一次為分 這就要一次為分首先是四拍r 好 減掉 什麼呢 這裡是 這裡是加碼 所以就是減掉r平方分的2 好現在我很希望說這個一次為分後的值得0 所以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你可以得到 四拍r等r平方分的2 所以就是四拍r平方的2 四拍r平方等於2 你就可以知道說 诶 四拍r三方等於2 就代表說 你的r三方 等於多少呢 r三方的話 它就會等於是 2除以四拍 也就是 1除以二拍 好 那也是我們的r 可以算出來 r呢 就會多少 就會是 二拍的 二拍的 負三分之一四方 好 r就可以算出來 那r算出來 我們h可以算出來嗎 h等於多少 等於是 pi R平方分之一 ok 那你就把這個 r等於2拍的負三分之一四方 代表你去慢慢算 慢慢算 慢慢算之後 答案等於多少呢 首先你可以最後整理出來的答案是 2乘下 2拍 負三分之一四方 這個你可以慢慢整理喔 這個整理的結果 你自己算一下 它答案就會是 2r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什麼呢 你可以知道說 當我們這個圓柱的設計 我們這個高度等於半徑的兩倍 也就是說這個 圓形的罐頭 這個罐頭的高度等於是 這個直徑的話 那它所需要的材料 會是最少的 這就是我們這個問題的解答 因為你的h 要等於2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個 針對於成本情況下的一個 極值問題的一個討論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個例子 第三個例子的話 是想要看的是 關於物理當中的一些應用 這裡物理當中的應用 這個題目呢 在我們課本裡面有 那它是一個有名的定律 叫做斯奈爾的折射定律 這個折射定律在講什麼呢 它講的形是這樣的 假設你現在光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光在這個真空當中的速度 是最快的 但是它在不同的介質底下 比如說你的 跑的介質可能是空氣 可能是水 是固體 那在固體顯然 它是沒辦法傳遞 但是呢 可能在某一些其他的介質當中 可以傳遞 好 我們假設 這個光線 在介質1當中 的速度是V1 在介質2當中的速度是V2 那因為你在不同的介質底下的速度不同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會產生折射 那這個折射的角度的變化量是多少呢 來首先 我們先假設 我們先假設 入射角是θ1 折射角是θ2 那最終你會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 sinθ1 除以介質1當中的速度 V1 它會等於是 是θ2的sin 除以在介質2當中的速度 V2 那這裡呢 這個假設 這個 這個 這個圖解呢 你可以用這個圖來想像 就是說現在 這個是一個 兩個介質之間的一個區格線 在這個區格線上方呢 就在介質1 在這個線下方就是介質2 在介質1當中呢 光線從A點射出 射出到這個介質的這個交界面的時候 假設呢 它這個入射角是θ1 那因為這兩個介質 它們的這個密度 什麼的可能不一樣 所以呢 可能產生一些折射 折射出來的角是θ2 那我們要去證明 它會滿足像剛剛的那一個等式 好 那這個等式到底該如何證明呢 或者說圖戶口是什麼 基本上 在物理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假設 是需要先承認的 它不像數學 全部都可以由一些 最基礎的一些語言 邏輯集合來去證明 好 那這邊呢 物理學當中假設是什麼呢 物理學的假設基本上 就是1點 光呢 隨時是走 時間 效率 最最短的那一個路線在跑的 它不會隨隨便變 就是 為什麼光是走直線 因為呢 光不會隨便的彎曲 因為它想要走的是一個 最快時間達到的路線 所以呢 我們目標就是說 欸 這種光線為什麼會產生折射 原因是因為 在不同介質底下 你這樣子走 那它所畫的時間會最少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去證明這個折射定律呢 來 我們所關心的就是時間 好 啊這點時間到底要怎麼去令齁 假設啦 這個叫做X軸 好 這樣X軸 那假設呢 這個A點所對移下來 這個點呢 叫做圓點 然後假設呢 B點呢 所對的這個X軸叫L 好 那底下呢 我們來做如下分析 首先呢 這0 這裏是0 這裏是L 所以你不妨呢 可以假設這一段呢 叫做X 那這一段呢 這個叫做L-X 好 所以從這邊呢 我們可以得到說來 我們這一個時間等於多少呢 在某一個點X之下的時間 這個點X之下的時間呢 我們會有 來 TX 等於多少 這個TX是我們的總時間 那這個總時間呢 包含兩段齁 第一段就是這個光線 到這個面的時間 第二段是這個點 到這個點所畫的時間 那時間怎麼算 距離除以速度嘛 這個很簡單 距離除以速度就是時間 所以距離等於多少呢 來喔 首先這段距離等於多少 這個是X 然後這段呢 假設了 比如說取得符號呢 這段叫做H1 然後這段叫H1 那這段呢 比如說你的符號 叫做H2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A點到這個 這個點的距離多少 這個點的距離就會是H1平方 加上X平方 那再來 這一段的長度等於多少 就是L-X平方 再加上H2平方 好 L-X平方 再加上H2平方 好來 所以呢 我們總時間等於多少呢 總時間 第一段時間 這個距離除以速度 所以就是H1 平方 加上X平方 除以B1 除以B1 因為介質1當中的輸入是B1 再來 第二段所花費時間等於多少呢 就是這個距離是什麼呢 是L-X 請記得 這裡還開個號 別忘記 再開個號 就是什麼呢 開個號 裡面寫L-X平方 再加上H2平方 整個呢 你再除以B2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 這個光呢 在這兩個介質當中 從A點 走到B點 所花的 總時間 好 總時間給你之後呢 我們目標是需要讓總時間 達到最短 所以我們要去 minimize 這個TX minimize TX 首先這裡是B1常數 不用理它 然後這個根號為一個就是2根號分之1嘛 所以它反而是 它反而是 呃 B1 分之1 然後呢 兩倍根號這個東西分之 呃 分之2X 它22在消掉嘛 所以就變成是 根號 H1平方 再加上X平方分之X 那再來第二段呢 第二段你稍微整理一下 這裡是 呃 V2分之1嘛 那V2分之1 這個東西的微分等於多少 這個東西的微分等於是 兩倍根號分之 L-X平方的微分嘛 那L-X平方微分等於多少呢 等於兩倍的L-X 記得 負X 微分之後會變負1 負1要提出來 所以這邊原本是正的 這邊就要變負的 好 那這邊變負了之後 你變什麼呢 裡面就剩下 分號 L-X平方 加上H2平方 然後上面等於多少呢 上面等於是 L-X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呢 為了要求出這個 時間 的這個 最小值 我們目標是希望這個 T'X呢 的數值呢 要等於0 那這個既然要希望它等於0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你可以稍微做個一下 你就會有 V1分之1 乘上 慢慢寫好 X 除以 H1 平方 加上X平方 它值等於多少呢 它就會等於是 V2分之1 乘上 後面這頭東西 這頭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L-X 除以 分號 L-X平方 再加上H平方 再加上H平方 對邊 除以斜邊 對邊 除以斜邊 是什麼意思 或是斜邊分之對邊 就是Sine 所以呢 這一坨很醜的東西 它就是 Sine Sine C2 折射定律 這樣 特別可以注意到的事情是 這個龍蝦為什麼 我們沒Sine Sine 你可以自己比手話講一下嗎 就是說 這裡的Sine Sine 你可以搬過來 這個是Z2 那Z2 那Z2 什麼是Sine 就是斜邊分之對邊 那你就可以得到 我們這邊的結果 這是在光學體驗當中 非常著名的 Sine 利用Sine 利用Sine 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到底折射的角度 到底是如何做變化的 它跟正選函數的關係 這是一個危機的應用 好 到了物理應用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應用問題中的最後一個 這個應用呢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投資 這是很實際嘛 我們學任何東西希望可以賺錢 那 在早期 1956年代 有一個 有一個數學家 他叫做凱莉 凱莉這個數學家 在提出一個東西叫做 凱莉公式 這凱莉公式的這個 重點是什麼呢 他的重點就是說 當你有一個賭局 這個賭局 他是可以 不停的做 不停的玩 而且可以重複使用 就是 多次重複的一個遊戲 只要他是一個多次重複的遊戲的話 那基本上 只要我們的這個 贏面跟書面 機率永遠都不變 那麼他就會有一個最優的投資利益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如果說現在 你玩一個遊戲 譬如說你就是打一個遊戲 或者是你就投資一個項目 你玩一個遊戲的情況之下呢 你可以知道說 假設有一個人跟你講 你這個遊戲的機率 你可能會有 呃 80%機率會獲勝 那80%機率會獲勝 那你現在假設 呃 有10萬塊 那你10萬塊 你要直接全部欧贏下去嗎 顯然這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因為你知道這個遊戲可以一直玩 所以如果你就好不容易 你就一開始就很衰 一開始就撞到那20% 那你就 就結了紅龜嘛 就全部都配光了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就是利用凱利公司 會告訴你 只要有這樣的一個遊戲存在的話 你到底要下多少的投資比 低下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凱利公司是什麼 那實際上呢 也有一個傳言啦 就是 我們這個 股市最有名的這個 呃 這個的人 是巴菲特嘛 那巴菲特他早期呢 也是利用這樣的公式 來去做這個投資的 好 那這個 呃 題目有什麼呢 好 題目有什麼 他這裡的條件是假設這樣子 假設你一個遊戲 你就投一塊錢下去 每一次你玩這個遊戲 就要投一塊 那這個投一塊錢呢 基本上你就是要嘛贏要嘛輸 你贏的機率是P 你輸的機率是1-P 如果在這場遊戲當中啊 你這樣贏了 你就可以得到B塊錢 就是你除了原本的這個一塊錢之外 你又可以多了B塊錢 所以就是說你現在的這個 呃 所有的錢變成1加B 但是如果你輸了 你就好 你就賽到變成是 中到這個1-P這個機率 那你就是要把全部的錢 吐回去 好 那這個比例本身是你可以做調整的 也就是說 你這個投資的 不一定是要投1塊 你也可以投2塊 那你投2塊的話 你投2塊的話 你贏了就是得到2B 那你所有的就是拖到2 一樣到你 好 所以呢你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喔 我們會心中想像到的是說 只要你的這個 這個P不是100% 只要不是100%的話 那你就不要在每一次遊戲當中 都下所有的金錢下去 因為呢如果你中到了這個1-P的話 那你就是全部賠掛了 好 現在 F呢 假設它是為這個 多次重複的遊戲當中的最優比例 最優投資比例 那我們的凱利公解告訴我們什麼呢 他說 F 的值 可以等於PB-E-P 數1B 其中PB是甚麼嗎 在機率為P的情況下 1面之B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分次就是只能用1面 然後F 只要轉出來 好 好,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利用凱莉公式 假設你贏一個遊戲的機率是30% 那你贏了這場遊戲之後呢 你可以賺3塊錢 假設你可以多賺3塊 那請問你在這場遊戲當中 假設你可以多次重做的去玩的話 那你要投資多少比例的金錢下去 利用這公式就是F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PB 就是0.3 乘上3 減去1-P 就是0.7 然後整個呢 再除以3 B就是3 那算出來值等於多少 算出來值等於是 6.7% 所以他告訴你說 只要你的一面 沒有高太大的話 基本上 我們只要投資每次呢 把我們本金的所有的 比例當中的6.7%去玩 那以長期來看 我的獲利會是最大的 好 那比如說舉個例子 假設 現在我獲利的機率是70% 然後我現在B呢 誒更高了 它是5 聽起來就是你可以 畫更大的這個金 這個本金下去 因為機率又變高 而且也沒有更大 這個 這個你的獎金又更多 好 所以呢 我們F等多少 這個 這等於是 0.7 乘上5 減掉 0.3 因為1-0.7 就是0.3 然後最後持通 這個數值呢 你可以算一下答案會是 6.4% 所以你每一次都下 你的所有本金的6.4% ok 所以呢 這個公式本事就是告訴我們說 任何事情呢 你的這個 不要做O-In這件事情 你做O-In的話 以長期來看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你要分散風險啦 就是 你這個遊戲本身 你要知道你要如何做風險上的管理 好 所以這是一個 凱利公式的這個說明 特別可以注意到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 如果說現在你這個機率是100% 那這個100%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公式 這邊的公式是什麼呢 PB-E-P 當你的P是E的時候 P是E的時候 P是E的時候 來要變什麼東西 就是 B-E-E嘛 所以就變成是B分之B 所以我們F的E 所以 你什麼時候可以下注 你什麼時候可以下全部的本金下去呢 就是當你的 贏的機率是剛好100% 那你的機率是100% 你才可以把你的錢貿易 不然你現在錢貿易 不然你現在錢貿易都不行 好 那再來一個情況是什麼呢 再來一個情況就是 顯然這個賭局它是不公平的 就是說如果啦 你的PB-E-P 小0 如果這個 赤子的 這個 結果是分子 利用小0的話 那代表說你這個遊戲 基本上就是不要玩 你一玩的話 你就基本上一定就是 長槍一定是賠錢的 就是 告訴你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不投資的 好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凱利公司的國證 假設你一開始所有的金錢就是本金啊 本金就是A0 好 那你這個本金呢 你玩了一次遊戲之後呢 那你剩下的這個錢呢 新的本金就是A1 那你玩了K次之後 假設我們得到的金錢就是A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K有什麼樣的關係是可以知道的呢 首先呢 在你玩了DK一次之後是AK嘛 那你就再玩一次 就變成是DK加一次 那這個DK加一次 你就要再加這種情況 如果說 你現在贏了 AK加一個人多少呢 它值呢 除了原本的AK之外 必須再加上什麼 原本你贏的話 再加上B嘛 但是呢 你的投資並不是下全部的比例下去 你投資比例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假設的比例是F 所以你的得到的結果會是 AK增上E加上B乘F 那相反的 如果你說你在下一局的遊戲當中 你輸了 那代表說你AK加A有多少呢 它的值就會等於是 AK乘上E減掉F 這裡減F是因為 如果你的投資比例是E的話 那你就是把全部錢都賠光 那所以呢 你的投資比例如果是F的話 你就是扣掉AK當中的F這個比例 所以就乘上E減F 好 所以在有這樣的關係是 底下呢 我們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可以得到說 現在假設你這個遊戲 一共玩了N次 假設你這個遊戲一共玩了N次 這個也N齁 不需要講它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因為我們要說它是多次重複嘛 所以在這裡N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這個N很大的數字 情況下我們來想一下 你的N很大 那你每一次遊戲呢 就是你的基率是P 數的基率是E減P 所以呢 你這N次當中會有幾次是0 NP次 就是1N 然後呢 N乘上 1-P次 是數的 好 所以從這邊我們可以得到什麼結果呢 就可以得到 AK 這裡 就可以得到 AN 它的數值就會等於是 原本的D0次是A0嘛 那中間呢 一共贏了幾次呢 一共贏了NP次 所以呢 你每一次就乘上E加BF 所以是乘上 E加上BF的 NP次 再乘上 E-F的 N E-P次 A0 所以這個是我們平均 我們做了很多次很多次之後 那你最終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我們稍微做個整理 我們可以考慮 我們考慮把這個式子 兩邊同時處理A0 那處理A0之後呢 這裡有N次方 那這裡有N次方 那我們再開N次方根 所以你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 AN AN 除以A0 的 IN次方根 它值等於 我當然等於 值等於是 E加上 BF的 P次方 E-F的 E-P次方 好 好 那現在我們知道說 這樣一個東西 這個值得有多少 如果你現在只單純的 AN除以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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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它這個 引的這個倍數 那這個倍數 如果你除以這個 開N次方根 代表說你每一次 平均下來的 那個投報率 平均下來的投報率 那這個投報率 我們會希望它是達到最大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 就要求這個 這個函數的極值 這個函數的極值 這個極值 發生在 多少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F 就可以得到我們最終的結果 好 所以呢怎麼求這個極值呢 基本上 就是要求它的微分 那求微分之前 先想清楚 這個微分不好算 因為它有指數嘛 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首先呢 可以先考慮 兩邊取對數 好 所以兩邊取對數 就是 N 跟 次方根 AN 所以AN 那等於多少 等於是 P 乘上 Long E加 BF 再加上 E-P 乘上 Long E-F 這個式子當中的這個 前面的投東西 長得太稠了 那我們就取個符號 假設它叫做 平均投報比例 這個東西叫做 R 好了 其實它就做Long R 好 所以呢 好 所以 現在我們把兩邊的式子 等到兩邊 同時對 對F 作為一分 那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結果 就可以得到了 這裡的 D Long R 對F作為一分 它的值呢 就會等於是 E加BF 分支 P 乘上B 就是P 然後再加上 E-F 分支 負的放在上面 就是 E-P 加上一個負 乘上一個負E 好 那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東西等於0 對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你要最大化我們的平均投報率 所以你會希望這個值等於0 微分州等於0 那微分州等於0 的話你就稍微整理一下 你會看嗎 來整理一下 那你看是什麼呢 就是把這E等到1後過邊 這邊是-1嘛 你過邊就不知道不見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兩分邊在兩交叉相乘 會有 PB 乘上E-F 它會等於 這裡的 E加BF 乘上E-P 好 那這個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這樣 有F的整理在一起 沒有F的整理在一起 那有F是什麼呢 這邊是-BP -BP 然後呢 這邊有F是什麼呢 這裡是B 然後這是E-P 那你把它移過去變什麼呢 然後呢 變成E-B B 乘上E-P F 它等於多少呢 這裡是PB 你會去負一 好 然後這個呢 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變什麼 變成是加上E-P 所以最後你就稍微出個提項吧 把這坨東西 除過去 你的F就更算出來了 最終呢 你的F 你算了整理一下 你覺得得到我們最終的結果 答案會是 PB-E-P 再除以B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利用到違反的一個想法 然後呢 得到我們 在投資比比漲面 你應該要取多少 才可以讓我們這個 利潤最大化